时间呢 就在这个99年的 这个年末的这一天吧 家带在自己的这个综艺表行啊 也是在这个北京那个综艺表行 跟谁呢 最近跟那个左串江林 包括丁建这帮人都没走啊 左串江林还有丁建马三他们 谁也没上深圳啊 家带这一天赶在这个楼上啊 喝了小茶 家带带哥的电话就响 带哥拿几电话一击 喂 啊你好 我是家带谁啊 带哥带哥 我那个小浩 啊小浩啊 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呢 我这很难也没看到你了啊 这这这这你看 带哥你也不知道我 我这一天他妈闲没事 除了炸街就玩车啊 就改车 带哥你回回北京吗 我在这个表行呢啊 那我去看看你去 我找你正好有点晒 啊家带一抽表十点多钟 那你来吧 正好赶上中午一起吃个饭 啊这行我过去啊 带哥好嘞 电话一流 那给家带打电话 这小子 比家带的小气不碎 家带一直拿着当小孩 小老弟 这个小子姓 像叫像号 这个姓也挺怪啊 叫像号 这个像号 也就是后来全国知名的一个超跑俱乐部 现在他的俱乐部该老多了啊 资产赢家老有钱 这么说吧 像号是一个典型的二代 啊这个富二代啊 他家祖籍呢 还不是北京 祖籍是哪呢 祖籍就他父母都是山西的 哎 那个山西太远那边的 但像号呢 呃圈子 包括朋友同学啊 很多都在北京那边 所以说那像号没啥事 就上北京玩 北京玩这个超跑的 肯定也是多 哎 都有关系 他就喜欢跑车 这笔啊 比我二百多金 啊 长得得棒 得胖 就是傻傻呵呵的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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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的 就是有钱啊 从小就那样 啊 识魂的 这小子 他妈他爸当时这个这么说吧 儿子喜欢啥就给他拿钱 就大概 北京当时干这个超跑 超跑俱乐部 我跟你说一次性投资 就投资了三四个亿 啊 九九年 两天年 那个投资三四个亿 相当于现在 一次性拿出几十个亿 那废话不多说 这是家带一个小老地儿啊 这么啊 小号来了 开个当时蓝色的小跑车 这个跑车也得价值七八百万吧 嗯嗯 都改装那种的啊 卡 就停门口了 上去往屋这么一进 啊 家带一瞅 哎呀 小号来了 来了 带哥 哎 你吃饭没 啊 我跟三哥说了 三哥说给端上来 哎 哎 你吃没带哥 我早上就没吃 家带讲话了 我刚吃完 那个 啊 还有点饺子啊 大萝卜跟牛肉馅的 一会儿你吃吧 蒸饺子还是 好吃可香了 嘿嘿嘿 哎 不大一会儿 饺子上来了 那这笔 咔咔咔咔咔 把那一小盆饺子 就给搂了 啊 吃着油什么 喝点水 咕咚咕咚咚的 也不外动 哎 这家带讲话 年轻时好啊 吃东西都香 啊 家带吃个四五个就饱了 这笔吃二多个 吃不完了 满嘴流油一擦 呵呵 家带讲话了 小号啊 忙啥呢推进的 带哥 我不干个超跑俱乐部吗 你不知道吗 前段时间我跟你说了吗 超跑俱乐部 啊 干个超跑俱乐部 什么模式 哎呀 就是朋友在一起 没啥事 啊 然后那个倒点车 跑车都是跑车 都是玩家 然后 那个 没啥事也卖一卖 然后这个 车有刮坏的 啥子 咱底盘低嘛 咱们维修保养 这一块 反正呢 呃 就是多多少少 出点费用就行 你也知道 我不止这玩意儿 挣钱 家带一瞅 说这小子是 家里有钱 家带跟他爸都比不了 啊 说你爸给你投资多钱 呃 我爸我妈一听说 我玩跑车 给我拿三个亿 啊 拿多少 把三个旁边 支他妈咧嘴 说这个傻逼小子 真他妈有命 啊 他妈我一个 一位能不能 见到三个亿 啥样呢 啊 这这这小子 一个爱好 就像咱们 你喜欢打羽毛球 你爸你妈给你投资 拿点钱 这比喜欢玩跑车 他妈他妈给拿三个亿 你说那家里多少钱 啊 说投资三个亿啊 哎呀 这个我爸我妈说了 我高兴就行啊 家带点话 操他妈是有钱 啊 这不聊了一会天吗 家带点话呢 说有号啊 啊 你这来了有事啊 大哥 你有点小事 啊 我心我忙 麻烦麻烦你 家带点话 你说我听听啊 要是我如果我能办 我帮你办 大哥 那个 这个天津那边 你没有认识天津啊 天津 我没啥认识 咋的呢 我这不 刚整了六七台车啊 啊 都跑车啊 跟几个朋友合伙整的 他妈的 从国外买回来 到到到这个天津 那个港吧 就让天津那个 啊 就就就那个海关 那部门就给扣了 啊 家带点话呢 啊 车扣了 多少钱的价值 哎呀 价值没多少钱 三三两千万 关键是咋的呢 哎呀 已经那边人说了 说他们的官长 一把手交代了 说咋的 说说说 如果是我认识 这个说我相号的车啊 只要是我的车 不但说这一次不行 下一次发现我的车 都给我扣了 哎 大哥你说 我是不是得罪人了 家带一听 那他妈不是奔钱来的 就奔你人来的 而且还说你的车 以后再来走扣去 那不就是 你得罪人了 啊 那你得罪谁了 我没得罪谁 你说我这人 你也知道 咱也不扣扣唆唆的 谁来就是 那我没差这事啊 大哥 你说我能得罪谁 天津会不认识谁 啊 北京没几个朋友 我能得罪谁啊 大哥 家带一合计 是不是就不同行谁坏你啊 因为家带做买卖脑瓜 非常聪明啊 一下就想到关键点 说是不是同行谁坏你啊 同行 哎呦 同行 也背不住啊 反正我卖车便宜 带哥 说实话 我不只这碗挣钱 你也懂 我那车吧 就是一台车 挣点就行 不赔就行 有的车 我都帮他们烧 那超跑一台车 比如说三百万五百万的 一台车也计会挣钱 都挣个三五十万 就这笔小子 可能就是评价来评价走 或者说加个两万三万的 他就卖 他不土于这碗挣钱的 主要是爱好啊 你看带哥 是不是我卖车卖便宜 也背不住 但我没查出来啊 带哥 这关键 我这想求车 咋整 加带一听 哎呀 这个 天津那边 我是白车 你要是深圳跟北京 我能跟你说啥话 啊 带哥 那咋整啊 带哥 你帮我找找眼神呗 嗯 找找眼神 天津港 那个 你这样 那个 小浩啊 嗯 我倒想起一个人 我一会儿啊 给你去见见他 啊 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 这人啊 嗯 他应该就是一句话的事 但是他能不能给你办 啊 你去你嘴甜甜点 然后我帮你说说 你看行不行 带哥 要是能帮我 帮我不差事 那你也知道我啥样 咱拿钱也行 咋的都行 加带点话呢 跟钱没啥关系 如果他能给你办 啊 那都不用钱 啊 你这么点 几点我看看啊 我先打个电话啊 我打个电话 我抗瘾 在不在方不方便 啊 那行带哥 你约一下子吧 这不加带拿电话 就打给谁啊 老天 就打给杜诚呢 啊 不是别人 那杜诚呢 跟吴双宝 宝哥还有韦涛 包括志哥 他们敢四个 跟他嘎嘎 口麻将 天天敢吃个家玩 啊 那些兄弟没差四 基本睡觉 要去喝酒 打出个 晚上天天天也出去潇洒 小诚这上午十一点多钟 十点多钟起来的 啊 吃口饭 四个正可麻将 堵上电话箱 交代 大哥啊 有事啊 大哥 那个诚哥 啊 你是不是在这个家 啊 我在这个家呢 我找你有点事 啊 方便的话 我进去 过去 我这个见面的聊 你来吧 啊 你中午吃饭 中午吃饭 那个没吃饭 一会下午 我们刚吃完 完了三四点钟 来吃 那个诚哥 啊 谢老秀 我也是刚吃完 对吃蒸饺 你认不得诚哥 晚上 晚上我请你 哎呀 谁醒谁 你过来就完了 啊 啊 大哥 那行那行 好嘞 电话把灯就一亮 这个家带瞅瞅 这个面前的相号 相号啊 嗯 这么呢 照顾边走啊 我边跟你接受 这几个人是干啥的 啊 你得了解这些人 啊 尤其咱们找的这个 叫杜城呢 啊 行 大哥 那上车 哎 这不就上车了吗 一出门一上车 家带一瞅 哎哟我擦 这小子开一个 蓝散的跑车 这个跑车非常低 你看他二百多斤 他钻在车里面 我跟你说啊 都基本 墙钻进去 那跑车一般小瘦子 你看开正好 那晚底牌也低 而且那个驾驶空间 并不大 啊 有些跑车 开我跑车都只 有的都不是角动挡的 都不是那个手动 那个这个挂挡的 都是改预表盘旁边 那个扒拉棍的啥的 很多种啊 然后这个改装啥的 这这一瞅 家带眼花 说你这车 他妈我也不敢坐呀 我自己开我车吧 你开你车吧 哎 这保 家带开他的车 最小开自己的车 哎 到了这个杜城 这个也就是到了 大志家门口 这不往屋里进吗 家带领着他就进屋了 进屋啊 这个打麻将 他们正玩牌的吗 家带一吵呀 这个啊 宝哥伟哥啊 那个成哥 杜城回头一吵 哎呀 来了大哥 来了啊 头上后面有个小子 胖小子 那那那那那 二百多斤 那胖子乎乎的啊 人一胖就不精神了啊 呆得呵呵的 啊 这小子傻乎的 还傻喝笑 把个儿抬头 哎呀 家带给拿整个胖小子 啊 皮家带小气不碎呢 长得还在小点 这香皓一瞅 那个 各位哥哥好 我这香皓 说那话谁呀 家带 家带就上前就介绍了 说成哥 那个 谁呢 这是我一个小老弟 啊 然后叫香皓 那个玩啥的 那玩那个跑车的 整个什么跑车俱乐部 哎 改装车 什么乱七八糟 就整大玩的 就炸街 那个呃呃呃呃呃那玩呀 都成一听 哎呦我擦 跑车 别说啊 他妈的我还没玩过跑车呢 哎 那跑车好玩吗 老弟 啊 啊 好玩哥 那玩意可好玩的 哥你要喜欢的话我送你一台哥 啊 杜成讲话怎么着 这刚见面第一次打招呼 手还没怎么握呢啊 哥那可好玩的 你还得意我送你一台 杜成干门干无语的 这你妈逼那跑车都懂 最起码都得知几百万的 那比王龙江都不大方啊 王龙江讲话一咬牙送快手表 送台车 对啊啊 那个陈哥你要喜欢我给你整一台 开玩呗 有人说是不是客气话 这逼是真实 就是想啥说啥 心想啥就嘴就说出了 就那种人 都说那点话 老弟啊 如果说那玩意好玩的话 要是喜欢的话 我自己花钱买一台 买多钱一台 买啥呀 咱自己家就有 相当啥就开走就完了呗 租成瞅瞅 加带点话 哎 这这这这 这是宝哥 宝哥你好 宝哥点话 哎 别说那好吃 我敢接受我看过 电视里面的香港人愿意玩啊 那些就把富二代拿的 那玩 挺那么快的 那玩是挺好 是不 有机会他妈 我得开 那个大哥 你喜欢我也送你一台 啊宝哥 怎么着 宝哥点话不是 老弟 那个我我我我 我说有机会 那个我我我上哪 我可以 你给我打个纸 买一台也行啊 不是 这这送你宝哥 啊没多钱玩啊 几百万嘛 就一台 就我送你一台的 宝哥啊 成哥跟你跟你两一人一台 啊 拿着开 自己家就有 宝哥点话 这小子 瞅那个屁样 不像一般人催牛逼 就是说话很真诚的 眼睛就不灵不灵 瞅你啊 眼睛挺大 啊 这小子不点傻呀 一见面 他妈都都都都都都 都没基本 啊 有啥接触 就要送车跑车 啊 宝哥一笑 夹带 瞅瞅啊 给那个 那啥啊 那跟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韦涛涛哥 啊 这志哥 啊 你好涛哥 你好志哥 韦涛握了一下手 韦涛心讲话 等着他说不说 送我一台 但你可不傻逼 眼睛到韦涛这 跟志哥这可没许诺 哎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这小子挺识会 但他也不傻逼 啊 因为来的时候 家带都说了 谁比较牛逼 啊 他觉得他妈的小程 跟宝哥比较牛逼 他俩 我教上就够用 大致 那他爸搞科研 那韦涛 他爸我也不一定能用得上 哎 这队伍里面用一个 这个小程 他爸用一个 可以了 眼睛不傻 不是谁都给 他俩一人一台 许诺了啊 这北涛他妈心里有点落差啊 志哥也没知识 哎 这不就握了一下手 这不就坐下了吗 家带就说了 这程哥 今天来有点冒昧 啊 有点事啊 这个想麻烦你 那个我这个办不了 我要能办的话 我就办了 这个小老弟人挺好的啊 这个跟我认识好几年了 你看他岁数小 我拿着当小孩 但是人呢 办事非常讲 啊 都成一听 啊 啥事啊 说吧 要是北京城 哪咋能办 办不了的啊 你知识 咋这个圈子人脉 那还用说吗 我办不了 还有宝哥呢 宝哥办不了 还有志哥呢 是不是 还有涛哥呢 你包括这个 北京上海天津哪个 咱没点认识人啊 是不是 你就说就完了呗 啊 家带讲话了 说 小浩啊 那你说吧 小浩一瞅 说那个 成哥 咋个事呢 我这不整那个 跑车俱乐部吗 我也是刚刚办 摸着石头过河 啊 然后呢 也没啥这个 也没啥这个 那啥 也没啥这个 啊 经验 我我我这找朋友 我们一起吧 买了六七台跑车 价值两三千万吧 都没几个钱 现在呢 就就在哪里 从国外运回来 就到这个天津 给天津 这个海关 就给扣了 啊 扣海关了 对啊 扣海关了吧 正常咱说实话 花点人情呗 我也懂 再不撒逼 再不扣 我找了好多人了 上下问了 打点了 去人家说了 多少钱都不行 跟钱没关系 我上一听 跟钱没关系 啥意思 我在天津华运 有公司 我知道那边找个事 那海关那边 要是扣你东西了 那一般不就是 这个压一段时间 你有 说的就是呢 成哥 我都纳闷了 啊 我跟家带 代哥都说了 代哥假话了 说关键是 人家对面是我的 说不但这个车呀 钱给不了 他找了人 问到一把 人家说了 以后所有这个向号 这个他们这个超跑 去的部队车 只要是经过天津港 全给扣 啊 说好像我怀疑他得罪人 都说一听 那肯定得罪人了 老弟爷 那你得罪谁了 你不知道吗 跟钱都没关 那不就整进去呢吗 成哥 我哪知道 我得罪谁了 我这一天天的心也大 反正我也没插谁事 要钱咱就给 啊 就朋友出去吃饭 十次都有八次 是我买单 那不应该 正常啊 都成讲话呢 啊 扣几台车 你叫向号是不 对 我叫向号 成哥这么的 如果这事 你能帮我办 成哥啊 别管办不办 今天晚上我安排 咱北京成 咱随便啊 想吃啥是啥 想玩啥玩啥 想吃活脑子 现杂 都成一笑 后话啊 老弟 你这么的 那个 这事都是小事 啊 那谁啊 那个 宝哥啊 给那个张继东打电话 啊 告诉他一声 你妈那时候 有个小老弟 叫向号的 车啊 基本跑车 几台被扣了 天津那个 那边的海关那边 然后你 让他找人给放 而且啊 别挂放出来不说 问问 对面谁使坏呀 那肯定有人使坏呀 没人使坏 不可能把车扣着 他妈花钱还不行啊 对不对 这咱都懂了 智哥当年 捣弄车 不机车 不也被扣过吗 智哥讲话 不就是雷大伯格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这个肯定是 这对人啊 宝哥 给激东大哥打电话 那都知道 天津市 是个直辖市 一把的大哥啊 这个这个苍鹅 这个亲侄子 张激东 那就是谁呀 那就是当时杜城 他们的这帮哥们 那老铁都是圈那人 事实上他比小长 跟宝哥都要大啊 正常的官 他叫激东大哥 哎 这不吗 就是我的 说咋的了啊 说这个 给激东大哥打电话 问问他啊 然后你把这事说明白 就这点批事呗 给办一下子 啊 没事老弟啊 咱这这事不算事 一个电话的事 啊 一个一个电话就能办的 家带讲话了 来时候跟你说啥来的 啊 先后 就是这事就是 诚哥跟宝哥 一个电话的事 哎 你看你在你心目中 就是个天大的事 你花多少钱都不好使 要怎么说 有钱的 别跟你有权利逗你 啊 在这里面 这都全力忠心的人 人家就一个电话的事 哎呦 诚哥宝哥 你把车抄回来 就不说那啥 那个玩着玩 没不说 然后你俩哪天 上我那个店里面去 啊 我那展厅 人家俩一人挑台车 开玩呗 不不就不用花钱 就就自己家 赌城一瞅 刚开始还行 这小吹牛逼 等他说这边的时候 赌城就觉得说 这小子吧 啊 肯定是说 说的是心里话 夹带一笑 诚哥啊 给办一下 这个这宝哥 已经拿电话了 宝哥瞅 这小子吧 人就是见面 这个没告诉你 天生就是有这股演员 这宝哥也胖不忽忽的人 瞅着面前 这个相号吧 胖不忽忽的 宝哥心讲话了 说这小老弟人不错 咋他妈 我得教他 宝哥讲话 老弟 没事啊 哥一个电话 哎 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搞定 啊 你妈的 宝哥拿电话 就播出去了 那老铁 打给谁了 打给天津的张其冬大哥 其冬大哥呢 也是上两天 刚从北京回到天津 该自己家中的 这是上午中午啊 还没出去 睡觉刚起 一瞅 宝哥电话 操 刚从北京回的几天 又想我了 总结不着我 哎 激动大哥比较斯文 喂 啊 总宝啊 哎 狗朗子 起来了 不是 你管谁叫狗朗子 你说谁呢 你咋把他妈张嘴 骂人的 那么久啊 不是 那我问你叫啥呀 操 啊 笑鼻听听着就完了 操 忘我笑那时候了 不是 你看你这有话好好说啊 哎 宝哥拿张其冬拿的 谁有证 有话好好说 行了 不基本给你扯毒了啊 那啥 我跟你说个事 那个 你帮我办一下子 人家他妈求贼办事 都他妈送个礼 请吃个饭 你说你打电话 你就骂我 别结巴废话 能不能办 哎呀 说说说 都是爹惹不起你们 说说说说 那个有这么个事啊 那个我一小老店 我一小老店 北京的 人得好啊 宝哥一瞅 说这笔有钱呢 操他妈的 宝哥也不傻笔 都能看出来 这小子我得教一下他啊 宝哥也这么想 说我有个小老店 啊 他都不说家贷小老店啊 说我有个小老店 叫向浩的 啊 有个老弟叫向浩 咋的 在北京整个什么 跑车俱乐部 超跑 就是这帮有钱 在一起交流 没咋 玩的玩的 啊 这不吗 买了六七台车 钱没多少钱 三五千万的啊 这三四千万的 就就就 运到天津呀 你们天津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海 海市部门给给扣了 啊 然后他们花钱 找人的吗 还不行 哎 不是谁给他们的胆啊 啊 谁给他们的胆啊 还还还找人都不行 然后还说了 说他妈找谁都不行 以后这个向浩的车 他的俱乐部的 只要通过天津港 就给扣去 你给我打哪条 谁干的这事 妈的 拿线给他扣一来 啊 怎么办呢 我扔你电话 不是 这个 他是不是有走私啥情况 有没有走私 咱家 走私啥报纸 就走私了 你就打电话 小屁天的赶紧赶紧的 而且我告诉你啊 必须查着幕后的眼 整个就把我弟弟能行吗 行行行行 我跟你问 一天你太牛逼了 宝哥 你是我哥 当你电话啊 好嘞 宝哥把电话一撂 啊 向浩全程都听着 宝哥讲话 老弟啊 那个搞定了啊 等着吧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肯定回现 向浩瞅瞅 能吗 这一个电话搞定 有点怀疑啊 加带一瞅 说那个 向浩啊 你可能不知道 你宝哥找的是谁 你不用怀疑你宝哥的实力啊 你宝哥找的员是谁呢 你看你那是天津什么什么什么 哎 什么这个海关部门 你宝哥找的最小的 他亲叔叔 是天津的一把大哥 啊 给天津各个部门哪个不给他面呢 哎呀 宝哥 太牛逼了宝哥 啊 宝哥 哎呀 妈呀 这这这小事啊 老爹 就咱们办事不吹牛逼 啊 到哪块 你看别人是红灯 给咱们必须绿灯 给咱黄灯都不好使 知道不 给咱黄灯都揍的 都说一丑 真的吹牛逼 宝哥要等 等信吧 宝哥 这么的 那个 今天晚上 啊 成哥 宝哥 委哥 志哥 这个 今天晚上一会下午 我就安排吃饭 吃完饭 然后晚上好好玩一玩 行吗 我全安排了 那个 小成讲话了 那都后话了 啊 咱们坐一会儿喝一茶 这个 晚上出去也行 那个 那个 包括那个谁 那个夹带呀 不行我安排 我夹带讲话了 成哥 这事就是办不办 啊 晚上呢 该养小号安排 小号安排 这不嘛 我也算是把小号 带到这个圈子里面来 几位哥哥没啥事 多照照 就当自己亲弟的一样 小号吧 人挺好 哎 就属于那种 人值 人傻千多那伙的 就是跟外面总吃亏 几位哥哥照不照 小成讲话 不是事啊 没事 宝哥讲话 你这老弟我收下了啊 我跟你说 这小老弟人得好啊 以后叫我哥啊 我叫我叫武装宝 宝哥 都成事了 这逼怎么走 他妈跟我抢眼 眼瞅这小 挺惨的 啊 宝哥讲话 你他妈有那个 啊 那谁的 张老二的 智哥有王龙江的 都大财团啊 我他妈 武装宝没财团啊 我瞅这小像财团 宝哥就盯上了吗 这不 那不废话啊 大伙儿嘻嘻笑笑的 就等 张继东大哥 真给办点事 对于张继东大哥来说 是事吗 绝对不是事 隔了也就是 二十多分钟 不到一个小时 知道不 这个电话就来了 宝哥一说 哎哎哎 来电话了啊 晚上打试一会儿定啊 我接个电话啊 哎 老铁 我心里还得骂我 哎呀 这赶的花赶的挂 我骂你得劲长得 对了 四十半呗 那个 那谁啊 啊 这事我给你问了 啊 你问了 他咋说的 那边 我直接找到他们那边的衣板了 对 我问他 我说这个相号这个车咋回事啊 扣几台车 他说扣了七台 扣七台啊 老弟啊 对 扣了七台 我打了电话呢 人家说了 这七台车放了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以后答应了 肯定不在 扣这个相号这个超法公司的车了 但是你说的什么幕后是谁坏的 什么这个那个的 人家那边说可没有人啊 啊 没有后面指指挥的他就进不应扣着车 人家你看我问好几遍吧 人家说不设计 人家说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手续 哎 人家官长亲自跟我说的 哎 说也知道啥人了 知道是咱们弟弟了 啊 也知道是我关系了 人家说了 以后不可能再扣了 以后全是绿灯 啊 就保证不再有麻烦的 也行 那现在就能扣车来呗 呃 手续的话 估计现在官长现在下命令 啊 我估计一个小时之后 扣车就没问题了 啊 那行 那我这么电啊 那谢谢来呗 跟我这边客气 啊 这都小事啊 哪天我回 我下礼拜会回北京啊 回头见啊 好嘞 就这点事 对于二代来说 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宝哥把电话一撂 曹小这个相号 还有家带 哎呀 完事了老弟啊 那个 事给你办了啊 啊 大哥 这这就完事了宝哥 完事了 你那边说了 车呢 现在你没啥事 你过一小时吧 你打发天津那边 有没有小老弟啥的 啊 我我我那边有啊 呃 就是打发你手下的去 拿那个手续去求车去吧 啊 办门手续啥的 一分钱不用骄傲 罚款啥的啊 一小时之后求车没问题 然后你是通过这个路运的 还是通过啥的啊 找拖车回的 整过来的 你就拉过来就完事了 啊 办完了 哎呀宝哥 宝哥这太牛逼了宝哥 宝哥讲话都小事 哎对了 我跟你问了啊 我说幕后啊 谁坏你 人家天津这个张继东 继东人家问这个海关的一把了 人家说没人坏你 说你这就是正常的违法 被查处了 而且啊 你也没有什么背景 瞅你这呀 所以说人家就撂那话 啊 也背不住 家带一听 有着可能 因为啥 任号他不是北京 也不是天津人啊 然后他把钱挺大的 头一次接触这行 啊 说扣他 手手 他也背不住 拿他当典型 啊 确实啊 有这种情况 以前的都打通关系了 啊 任号讲话呢 哎呀 不管那个 那啥 他车不扣我就行了 任号这边拿着电话 就交代手下 说去求车 这不吗 时间聊着聊着 就到下午三点来钟了 任号讲话 大哥 宝哥 你可帮我大忙了 陈哥 你这么的 那个 那给我个机会 咱们出去吃饭 行吗 都说讲话了 是吧 上完饭一会儿 咱定下等会儿 志哥一瞅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志哥这时候 就不咋跟他们产 说我这四小大 他们也不去了 啊 你们你们去 你们的吧 不是 走呗 志哥 不去了 你们去吧 啊 那个给你们年轻的 你们去吧 啊 小年轻 我一会儿跟吴明儿 自己给家吃点 哎呀 涛哥去吧 韦涛一瞅 韦涛心讲话呢 这笔小的 他妈的往死添你俩 没搭理我 那啥 那个 我回队里 队里有事 别的 哎呀 走吧 你再不去就没意思了 晚上这个 夜总会 吃完饭 六七点钟 七五点钟 这样夜总会 走吧 这不就拉着韦涛 强行往处走吗 众人包括家旦 还有当时金里老黑 他们一些兄弟啊 带着当时那种十多个人吧 就往处走 一出门 这宝涛一瞅 哎呦 咋 宝涛你看跟小成 他们谁也没开过 这炒跑啊 那炒跑的非常低 而且改的像飞机 那尾翼啥的 老漂亮的 门口一辆蓝色的啊 蓝黑色的这个 蓝色带小黑边的 一个跑车 继续啥行 我今晚没开过 我也不懂啊 反正一瞅挺高的 宝涛一瞅 哎呦 这啥车呀 谁的这是啊 杜成一瞅 哎呦 这车太极不带卖了 这车呀 这向后就说了 哥 我我我的车 我车 我车 怎么样啊 行的话 哪天上店里面 跟你们一人挑一台 这杜成一瞅 太极不带卖了 这这 哎呦 我操 这 哥不行你开一圈 杜成一瞅 我被开了 我开不明白 没开过 这基本上党位都给他找到 不知道 转向 转向灯给他 补了都不知道 可别丢到人了 都说假话了 我不开了 我哪天我学会了 我才开啊 宝涛一瞅 是那个啥 那个老店 钥匙给我来来来来 钥匙给我 我我我我我开去 都说假话 你开啥 你开呀 你开 你能开明白吗 那晚上他妈的 那那车里面 那个那这碗都是改装的 那车那个党 啥的都 你都基本挂不明白 到党去前进 你去 别瞎等啊 人撞了再 宝涛家发 都基本车 那油门离合的 就就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有啥整不明白 来来来 给我给我 给我啊 那个 这 宝涛说还要开 开一下 想好就把这个兜里面的钥匙啊 就拿出来 上车一打火 我跟你说 也那个跑车吧 那尾部啊 老铁 就是一打火 那个动静 咱没他妈开过 也见过的啊 就听到后面 嗯嗯 那比晚上都直穿火苗都恨不得 知道不 嗯嗯 这一下子啊 就听嗯嗯哭 众人没反应过 咋个事 宝涛的车就把枪 把这个家的大枪 差点没怼个哭了 哐当一下 前面那杠子干 他们洗碎都憋进去了 都创造板金了 啊 哭一下了 杜涛一吵 哎我 哎哎我去 我创造板 你干干个担任你 你这啊 加带一吵 哎哎我 这哥从院里就跑出来 你妈咋家这墙咋的了 这墙怎么要倒啊 这墙啊 宝涛从车里面下来了 嘿嘿嘿 哎呦我操 哎呦 哎 那个 我知道这个跑车挺冲啊 但没行的车这么冲的了吗 啊 这这这油门 这这这这 这就脚尖刚搭上 这这这这 这太冲了 这这挺冲啊 哎呀 任号也惊住了啊 这比较是开车吗 啊 啊 啊 宝哥讲话 老弟 你能不能 那个 我给你修车 我给你修啊 宝哥当时创这台车700多万价值 你说你说你那车你说你心疼吗 啊 当时咱说了啊 这相好瞅瞅 哥 修啥修啊 我不说给你开车吗 这这车就送你了 你自己留着开吧 啊 你想咋创咋创 我看你开车也挺那啥 挺兴兴的 啊 你这横子创 树创随便啊 啊 那个 钥匙呢 来来来来 宝哥拿着啊 这给你送你了啊 你自己回头找的地方修不修吧 啊 估计修车就几十万块钱啊 你整整上晃杠子没没没大事 咱没商量发动机啥的啊 然后你愿意打开打开 你想创书创书想创墙创墙 啊 送送送我来 啊 送你了 你拿开去吧 啊 那啥那个程哥啊 走啊 我坐别人车吧 啊 看还没有车了 我我坐我坐别人车吧 啊 加带讲话呢 宝哥那你就拿着吧 宝哥瞅瞅 哎呦 我操你妈 这车我严丑的一个外行 我估计都得支个三四百万呢 啊 我他妈给你车撞了 我说实话 我挺呆啊 我回头给他找我人修一修 啊 这他妈几百万的车 我回头我 我修我花几十万 也行啊 太几乎 这比也太行情了 这小子有多钱呢 老铁呀 你算吧 就张了二百个千八百万车 还记得我讲那几乎 那多重视上天津 又被扣了 又找人又干账了 就这七百多万的车 创完之后送你来啊 你拿去开 就想创墙创墙 你想哪创哪创 宝哥拿着钥匙 给原地愣了 能有四五秒 瞅瞅王彦君 小老弟 拿着车钥匙 咋不得了 哎 王彦君一拿 宝哥讲话 明天聊一聊一下 看看北京哪个能修 啊 他妈的把车修上 宝哥讲话 这小子太基本够用 这小子 这小子我必须 我得拿下他 我得当他 当他大哥 得让他给我当财团 哎 宝哥乐乐呵呵的啊 当然了 这小子不 这个相号不就上 那个啊 夹带的车了吗 宝哥也直接 钻夹带车里去了啊 宝哥讲话了 那个老弟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哥 你看你创的开心不 不开心 哪天再换一台创 没事咱家这车有了事 啊 然后你这个 那个那车 你不行我给你修 啊 宝哥讲话不用老弟 我自己修就行 啊 老弟 哎呦 我操老弟 老弟我这么跟你说 以后你就是我兄弟 啊 我叫吴方宝 我哥叫松战 啊 我哥是小五哥的一把手 你知道不 宝哥 你跟那个成哥 你俩不叫成事组合吗 啊 宝成组合成事组合吗 啊 对呀 你还知道我成事组合呢 知道 带哥都给介绍了 宝哥绝对是性情 绝对讲究人 啊 我说讲话 我擦你们老弟啊 以后 以后我就你大哥了 大哥 这小 真的吗 早上洗 宝哥上次掐了一脸蛋了 啊 家带他们开车 奔拿去的 家带很会败事 来到紫禁院 因为家带指头 这钱该哪都是花 向后买单啊 就让他买 对不对 那你紫禁院 不有小城的股份吧 哎 这不到紫禁院了吗 都成组合 哎呀 跑这来了 家带啊 啊 家带领领道嘛 城哥 上哪都是哪啊 这自己家买卖 这该哪都消费 是不是啊 那个 都成组合上这 那就把江星 那下来了 江丽星 哎呀 城哥 一帮朋友啊 那个准备一座 啊 算我账 小城长 算我账 这时候一向后就出来 城哥 你给我个机会 这顿饭我请啊 城哥 你真得给我机会啊 都成瞅瞅 家带讲话呢 城哥 让他请吧 而且就刚才办那个事啊 人家人家小号都说 说给给拿车 你看你拿 那个小号讲话 城哥明天那么的 刚才给宝哥一台啊 他创了 他自己休息了 完了 明天你上我的车 车那个展厅 我给你再挑一台 你也肯拿一台开呗 玩呗 都成一球 这小子 这小子 这小子真好 走吧上楼吧 给你个机会 那你安眠吧 这不众人就上楼了吗 上楼来到包房 大伙给这个阿子一坐啊 通过聊天 大伙就放进来 说这个乡号这小子 人是真实 就是傻呵呵的啊 事实上也有大智慧 也是这种人 但是确实啊 乡号跟他聊着天呢 不知道 在北京啊 有一个另外一个超跑俱乐部 屋里面 啊 有个大哥接电话 喂 哎呀 老弟呀 你交代我那个事 我给你办了 啊 我把这小子车给扣了 花老多钱 找人给我 我都没要 啊 一直扣着他车 他妈的关键 人家这回找人可大 我整不了人家 老弟呀 我把人呢 车都给放了 找的谁呀 找的谁 差点没给我整霉了 这小能量挺大 你不说他不认识贼吗 接电话这小子呢 华方集团呢 啊 少东家 这小子姓刘 叫刘碧芳 这个刘碧芳啊 碧芳大哥一听 他就是干超跑的 说不应该呀 我听说这小家 老家是山西的 他不是北京当地的 他怎么能找的天津 而且这么大的手 那我就不知道 老弟呀 我跟你说 你差点没害着我呀 人家现在吧 问你 说说背后谁使招了 谁使坏了的 我都没说你啊 老弟呀 人家查着你的话 估计都得找你去 啊 大哥就不好意思了 这事就没给你办 不应该呀 那行大哥 那车 车我放了 哎呀 我顶不住啊 老弟呀 那行那行 大哥 别管这个事啊 搬到啥样 最起码呀 搬到这种程度 为了谢谢你 哎呀 老弟呀 不好意思了啊 有啥事 你再跟大哥说吧 这么地 老弟啊 电话就撂了 那听到这个电话 那个刘碧芳啊 咱们说了 作为这个华方集团 那这个少东家 他爸华方集团老总 非常有实力 在北京啊 得这么说 银子家也是家大也大 资产业的有几十个亿啊 这最起码的 那这个刘碧芳 为什么要坏这个项号呢 那咱就要说一说 项号是山西人 然后通过朋友啥的 然后到北京来了 北京 因为北京玩的东西的人多嘛 二代也多 然后给这块呢 他他喜欢玩车吗 他不就买车了吗 买车的最早啊 他就该拿买的车 他第一台跑车啊 就该北京就买的这个 属于华方集团的 就刘碧芳他们这个 超跑俱乐部的车 他属于刘碧芳手下的一个会员 明白吗 然后改这块也念 没啥事 这不就大伙都一起玩车 就像咱们叫车友会 这的 他对他参加聚会啥 他不就认识这个 这些二代了吗 有钱人付二代啥的 他就认识了几个 认识几个之后 他就考虑说 他妈都是愿意玩车 说自己不行 自己也早上早上去 反正也不差钱 这不咱也讲到了 他家就给他打了三个亿 从一个外观者角度 就看明白了吧 他多多少少有挖枪脚的嫌疑 所以说 而且他卖车便宜啊 同样一款车 人家比如说老客户 给那边买的车 花什么350万一万 结果到他这个 那边都要研究要定了 结果给他这一万多钱 303万 便宜47万 那你说你是有钱大哥 你说你该拿买 一个他妈的 挣他妈你50万 这个挣你两三万 就卖给你 所以说 抢他会员了呀 也抢他生意了 所以说江湖故事 没有什么对与错 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 这刘逼方一听 把电话一撂 刘逼方讲话 说你妈 这相号之前人打听了 说他没啥背景 这怎么 他妈是天津 找是天津一把大哥了 你 啥实力呀 这笔呀 小老弟瞅瞅 说哥 恕我直言 就对于相号 这种挖枪脚的人 你没必要跟他玩什么背后的 直接给他打电话 你杠他 他山西让他鬼会山西一下 啊 山西老心 给这家扯查呀 而且他妈 天津他有认识人 他能管住北京的事啊 就这笔人 你就杠他 让他鬼滚出去 北京就完了 他愿上哪开上哪开 你就 你就为啥不好意思的 对他这种人 直接就干他就完了 关键是 这小鱼的人脉呀 我这之前没摸准呢 他给天津找了一把大哥了 这天津一把大哥的 值得打的电话 给海关那边 哥 那不也是天津吗 北京他认识谁呀 而且北京咱们华方集团 也有实力呀 能怕他吗 这小他妈就晒脸 就打电话 就告他 让他滚毒的 不滚毒就消的 别让他干 牛逼方一听 那我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 骂他 让他滚毒的 他好好说话行 不好说话 让他滚 行 我是挺别气 那我给他打电话 这不牛逼方就让手下 这个鼓子说 去去去 跟他平坎 那老鞋 向浩海这边 跟智智 智智 智智 宝哥他们喝酒 那还要加带他们一帮 这个包括这个 委套他们 这宝哥这敢出牛逼 所以以后 这就是老弟 你就是我弟弟 谁他妈 给北京 给天津 给哪块 给你亲烧 你找你哥 给他们红灯 绝对不好使 必须全鱼 绿灯 向浩一瞅 行 哎呀 我电话响了 我接个电话 喂 我是向浩哪位 向浩 向浩吧 我是 你好 我刘碧芳 哎 哎呀 方哥 方哥 我行 谁呢 方哥呀 有事啊 方哥 老弟啊 你在咋呢 啊 我 我在这家吃饭呢 我在外面吃饭呢 跟几个大哥 咋的了 方哥 咋的了 老弟啊 这个 有些话吧 我应该跟你直说 啊 我就不管玩磨脚了 啊 你说你说 方哥 啊 你看咱们都在一起玩车 都挺熟的 有啥事你就说呗 我这人你也知道 我一个小孩 没啥心眼 有啥事你就说哥 老弟啊 你从山西 你说你跑北京来玩车 你最早是该我这家玩车 对吧 啊 哥领你玩的吧 这哈 啊 对啊 哥 那你看你一直都挺照顾我的 啊 那那最早可 我车都给你家买的嘛 啊 那那可不是咋的 啊 老弟啊 哥对你够意思吧 那绝对够意思哥 那必须的 咋的了哥 有啥事啊 哥 老弟啊 那你看 你给我这个啊 咱别的不说啊 我听说你咋的 最近你你你你 你整个什么超宝俱乐部员 啊 是啊哥 我也整个超宝俱乐部 啊 你听谁说的哥 我还没开业呢 我还没开业呢 老弟 我这么跟你说 你这么干好吗 我我 我咋 你看这要是家带挺明白的 这个相号吧 就多多少少吧 二十多岁这工具 啊 他他就是没那么聪明 没那么老练 还没听出来咋的事呢 咋的了哥 啊 我也整个超宝俱乐部 咱没啥事都交流交流呗 不挺好的吗 咋的了哥 不是 老弟啊 我 我就直说了 啊 你直说呗 哥 上回年会 咱们搞活动 你给我这个啊的 是不是认识了不少人啊 啊 我我我认识 五七八个好朋友 啊 总在一起啊 啊 咋的了哥 咋的了 你说你给我这个啊认识人 啊 老弟 然后你出去 你跟我玩车 然后你给我的认识人 然后你把我这人他妈挖出去你自己干超跑俱乐部 老弟啊 是那么回事吗 生意有这么做的吗 哎 哥 我我我我也没认识几个人 我我认识那几个 而且老弟啊 我跟你这么说啊 呃 你这明显做生意就是挖墙脚 啊 就是哥对你觉得是够意思 但是你这小子你办事有点不地的话 我就跟你说实话 啊 我始终啊憋着骨虎 而且我没想到啊 天津港这边 你还有点实力啊 害他们给天津那边找找人 啊 天津那边都没难为了你啊 老弟 是 你找的人啊 扣我车啊 我不瞒你说啊 天津港那边就是我找的人啊 我找的人扣的你车 我没想到你 你人脉挺广啊 天津那边认识人啊 啊 你也藏挺深的 不是 哥 咱俩没啥仇啊 你做你买卖我做我买卖 你干后面阴我干啥呀 我阴你 我再说一遍 弟弟 你是不是想不跟你一样的啊 我现在告诉你 弟弟 你想不想跟我交个好哥们啊 哥我一直拿你当好哥们啊 行哥 那 那我那我考虑考虑 啊 我我现在在外面吃饭 我我明天要跟你吃行吗 你这么唠叨了弟吧 像个人话啊 我给你一天时间 你今天晚上就考虑好啊 然后那个 明天明天上午过来 给我信吧 啊 看看咋个事 行哥 那我知道了 电话八灯一料 其实通过这个聊天 你们能听出来 这个事说实话 我认为像号多多少少 做的有点毛病 明白没 就是沿接这个刘碧芳啊 说实话要从一个公路 公立角度讲 刘碧芳做的没啥太大马 毛病啊 这个像号这小子有点毛病 但是呢 咱就别讲 他妈的刘碧芳有没有理的 生意上也好 啥也好 胜着为王败着 像号岁数小啊 没想那么多 他没指着万挣钱 家里有钱 像号把这个电话一撂 宝哥就听出来不对劲了 包括诚哥都瞅瞅 咋的呀老弟啊 啥意思啊 我听刚才那意思 怎么的是什么 提到天津港什么扣车啥 谁承认了 像号一瞅 哥 那个 我 我这 哎呀 我这 岁数小 考虑事也不周 杜碧芳咋的呢 你说我听听 诚哥 说实话 我家山西太原的 然后呢 嗯 是我爸那边 我妈那边挺惯着 我干啥从小到大都是 我喜欢啥就给我投资 拿点啥 这不吗 啊 前年我来到北京 去年开始玩车的 然后我这个车吧 就在这个北京的一个 这个俱乐部买的车 啊 然后这个俱乐部的老板呢 叫刘碧芳 啊 也是一好哥哥 他带我玩车的 就算他带我玩的车 啊 怎么那边呢 这不 然后 他们可能是 卖车挣钱 我这个车玩不玩都行 说实话 我这买买买买不买车 我就是玩为了 我真不是为了挣钱 你家带个知道 家带丑 啊 那是 呃 想好小号是这样 他家里面不差这点钱 所以说 我这个阿子可能就没考虑多呗 我我正好改这个阿子吧 改他那个阿认识几个人 也没认识几个 我们在一起就志同相合 我们就行整个超跑俱乐部嘛 我是大股东 啊 以我为主吧 他们就是 那啥 然后我们就买车 这不就扣了吗 啊 刚才我听明白了 人家打电话了 啥意思 因为我这车卖的便宜 比如说 买家花三百五十万 给他订的车 我可能三百零三万 我就卖了 因为我觉得 都同行玩车的 没必要挣钱 够费用就行了 就当帮他们烧的了 我没指的这玩意挣钱 所以说就属于 跟人竞争的呗 人家来电话 不让我干着玩 哎呀 我这合计合计 我这多少有点毛病啊 葛说 不行我就别干了 老实点话咋的 那天津港那边 那个车扣你车的事 就他不整的呗 应该是 打电话 我刚才问他 他说 他说 我在天津 人挺硬 找人的 要不就把我车扣了 干的不啥不干的 自己干自己的 他干他的 你干你的呗 北京这么多人玩车 那他玩他的 你还不玩车了 老哥肯定站着向浩的角度 我刚他妈给他车嘛 虽然撞了啊 小诚一吵 向浩啊 你自己干自己的呗 跟他啥鸡毛关系啊 你自己干自己的呗 他妈正常的坏 你咱那应该熟的 但他妈这个事 啊 说实话是 你给他认识人多呀 把他客户都拉来了 没有 他那个会员一百多人的 我就认识四五个 我们挺好的 别是我 我没瞎联系 你就去不自己干自己的 就干净完了呗 管大闭事呢 还不干了 干啥不干呢 凭啥不干呢 他就不垄断了 老哥讲话再说了 我跟你成哥 我俩刚去吧 整完车 你成哥明天还要挑台车呢 是不是 你不说了吗 刚才送你成哥台车吗 啊那是啊 成哥车我送 你看我俩这车 现在还没等玩呢 车都没开明明呢 擦你这居住部关门了 我上哪玩车去啊 你保识我上哪玩车去啊 成哥讲话 可不是啥的 那么居住部还没等去呢 你把居住部关门了 我跟你保识上哪玩去了 是啊 这这这这以后 这帮哥哥玩车啥的 不行 我不卖车 我修呗 保养啥的也行啊 这玩底盘的愿意刮 愿意啥定期改装 我不卖就完了呗 对不对 我干也没啥大毛病啊 是不是带哥 家带也丑 嗯 叫浩尔 这事之前 你可能欠点考虑 但是你在干 不行你 那不 老明白 再说这事东西不早的 他要找到你的话 你找到宝哥 宝哥讲话 他敢等着个操 你把人家收拾他 啊 跟谁俩呢 操 他敢等着一句 刚才你说他什么集团呢 啊 他是什么华方 华方集团的 他他他爸是老总啊 他是总经理 他爸是董事长 他敢等 给他华方 给他砸探 妈的 啊 你就干 改北京 天津还好 改全国各地 你宝哥都照着你 宝哥 你要这么闹 我心里就有底了 就干 对了 哎 明天上你俱乐部 那个教我玩玩车啥 行啊 哎 诚哥 明天你上我俱乐部 我给你跳台车 宝哥那有了 我跟你也整一台 一人一台车 老弟啊 我上你那块 我要是乡东车 我觉得自己买 便宜点行 哎呀 买啥车 诚哥 我真是给你 就是没多少钱 几百万几百 加带点话 诚哥 你就拿着吧 我跟你说 就今天这个事 挂天津港 这一个事 办这个事 就不止几百万 因为他那两三千万的车 给求过来了 而且一分钱没花 再一个下部 他要是有些啥麻烦的话 还得麻烦你 跟宝哥招着你 都声瞅瞅 明天这么点 上午没啥事 我跟你宝哥 上你这个 啊 基督部给哪个啊的 我拿去溜达溜达 行 诚哥 咱收盾了啊 明天起来 我就打电话给你 啊 都声讲话 行 啊 走的时候留电话 这不大伙就开始喝吗 没当回事啊 那咱再说了 对面老铁啊 这个刘闭方 打完这个警报 警告电话之后 刘闭方认为 说这个向浩 指定是知难而退 谁都不敢跟他等 啊 那结果呢 并不是这种结果 时间来到第二天 啊 当天晚上向浩安排一条龙 给大家吃完饭 可能还上天然人家唱会歌 人家向浩不差钱 多钱都无所谓 第二天的上午 九点多钟 小浩啊 在北京英自己也是买的房子啊 起来了 这向浩和气和气 说我得给家带戴哥打个电话 啊 为啥呢 因为我变他们哥的过台上抗不太好 这小孩这工程就有点慢慢人都是经过事才能成熟 所以小浩就合起来 说我别让你带哥那么挑我啥毛病啊 给带哥打过去 家带大哥就接了 喂 哎呀 小浩啊 带哥 起来了 啊 我起来了 刚到表行 带哥 我先有个事跟你说一事 啥事你说 带哥 我今天我真心的把那个成哥跟宝哥邀我这个俱乐部来 然后我先给成哥把挑台车 我送给他 送呗 啊 那那还不是好事吗 带哥 关键我怕那个 我毕竟是通过你认识的成哥跟宝哥 你说我这送完宝哥车又送成哥车的 我怕隔着过台上抗 我怕你多想啥不好 啊 因为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好像咱们那个叫抢他们大哥 加带假话的小浩啊 这就是成熟的表现啊 但是小浩在别人身上可能设计 在你带哥这个啊 啊 你带哥不设计 你跟他们出的越好 就以后办事 你都不用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好使 说明你啊 没回到啊 没问题啊 不是带哥 那有事我也得找你 你不用了 你这么点 上午没啥事 我一会儿也跟你过去溜达溜达 然后我给那个渡城打电话 我看看那个成哥他们起来呗 起来的话咱一起上那个车行的俱乐部 溜达溜达 那行那行 那个带哥 我那居留步啊 你没来过 我告诉你啊 在朝阳区哪个哪哪个街 啊对 就那个一楼啊 那个展厅的全是我的 行行行啊 那我估计啊 也十一点吧 差不多 我现在打电话叫成哥跟宝哥 啊那好嘞 电话把灯锭尿了 电话一料老铁啊 这不吗 假带拿电话去打给渡城 渡城就接 喂 啊 哎呀带哥 成哥起来呗 起来了 啊宝哥都起来了 那个小号说的 一样上他的俱乐部溜达溜达 然后他准备好了 我行我跟你过去啊 带宝哥啥的 咱一起去溜达溜达 去呗 正好我也没去过 但溜达溜达 他要开业 我还没去 啊 现在还没正式开业 行 那你来吧 你开车 你这么的 你开车来 然后那个 我跟那个 这个谁 那个 这个这个宝哥 啊 我们一起过去 我不去带点 兄弟溜达溜达 行 那好 哎 我也就是二十分钟吧 这假带啊 并没带什么兄弟 只带上了左蒜 开车拉着假带就去 很快来到智哥家啊 小成跟宝哥 都准备好了 小成讲话说宝哥 一会儿上那个俱乐部 宝哥讲话呢 啊 宝哥昨天晚上就告诉小老弟 把这个车讲话呢 送到这个 这个有一个专门修跑车的地方 并没送他 那个啊 讲话怕他们修车不要钱 花起车瓦修一下 这边 宝哥跟杜成带着当时的江星 陶强跟江星 还有当时的宝哥的司机 王艳军啊 他们四五个人 在家家带他们六七个人吧 车停下来之后到门口 隔着这个隔着这个大门 就看着屋里面 五颜六色的 有红的绿的黄的粉的啊 小蓝的黑的白的 各种小跑车 老带劲了 是像大伙想象的什么法拉利啊 啊 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奔驰啊 小宝马那都不用说了 就太多了 就那种车啊 老多车了啊 都成他们一下车 隔着隔着大玻璃啊 落地大玻璃 看着屋里五颜六色的车 讲话了啊 各种小改装车啊 眼花缭乱了 而且这时候 家带一到 也那边向后就出来了 啪啪啪跑出来 啊 来了大哥 来了成哥宝哥 啊 那个进屋吧 这掌听都沾家的啊 杜长跟宝哥讲话挺大呀 啊 走吧进屋看看去 一推门一看 屋里面啊 老铁 有四个女孩 长得都得一米七五 大个 然后穿着一个 那种白色像旗袍似的啊 挂个红散的小飘带 啊 就是就像车膜似的 明白吗 小短裙啊 那种 欢迎光临 哎 宝哥跟杜长一吵 屋里面老铁 好香车美女嘛 好灯光在一打啊 屋里面小灯光一打 那车那小七一辆啊 然后四个大美女 穿个丝袜高跟鞋 欢迎光临啊 都大学生给你拿找的 可能一米七一米八 那种 长得还漂亮 宝哥跟成哥一吵都懵逼了 也包括这个啊 陶强 瞅着眼都指上 小牛人挺带心 啊 这里面这车豪华程度 哎呦 都没见过 有这个路上 啊 做成两半 他整的挺好 挺像样啊 啊 就是一个字啊 草他妈 一黄眼的 啊 这宝哥 当然和费个手 哎呦 我操你 这车里多下呢 这车呀 没多少钱啊 几百到上千 不等啊 我操什么 那好车都有上千万呢 紧接着 这大伙子该里面溜的嘛 说去去去 这大厅里面就有沙发 还有那 造了一个脚车沙发做的人 啊 人家他妈他妈给拿三个亿 你想想嘛 就这点逼钱算钱嘛 啊 不大一会儿 老铁 小咖啡呀 茶呀都给上了 水果啥的啊 美女在旁边站着给服务 啊 这姑娘 就杜成跟宝哥 哑念在里面都不 都不找看美女了 知道不 全看啥 全看后车 杜成哑念 你就跟这家瓢啊 此时啊 咱说了 谁呢 不是别人 这个向浩就说了 说成哥啊 你站不上 一会儿那个 昨天我不搭给你台车吗 一会儿你就选一台 啊 然后成哥我告诉你 那个哪家的车好 左面这台车吧 价格稍微低点 一般就是三百万左右 右面的全是好的 全是贵的 你就挑右面的这个啊 你不太懂 右面的好 右面的贵 你说这比多实的 他要是不告诉杜成 还真看不明白哪个车贵 哪个车啥 杜成也吵 老弟 我想到哪个车 我就花钱买了啊 那个打个折都行 我不能白要你去 不是 成哥 我真白给你啊 你要钱的话 你不骂我呢吗 我小号不差那点钱 不说 我跟哥哥们认识 你得给我个机会 哥 你就 保证我都给一台了 不差你 你就挑一台 那边的贵 那边的好 加带讲话了 成哥 成哥 你就挑吧 你这小老弟的一片新鸣嘛 是不是 而且咱也给办事了 你新鸣得的 杜成瞅瞅啊 把个假话了 比小 太有嘴了啊 假话 那我就挑一台了 你来一台 你挑挑吧 随便挑 杜成起身 就说虽然不太懂 他告诉右面的那片贵 那杜成到右面那片 随便挑一台 都五百万以上 五百到一千不等了 杜成背着手 我跟他促 安哥促 走到哪嘎的 那个媒体就出来 先生 这个车是法拉利利2018款的限量 那个1999年的限量款 这款车全世界有37台 咱们中国有7台 这个车 现在价值市面上 是什么788万啥的 就给介绍 什么多大引擎 多大动力 杜成讲话 这个挺好啊 这个呢 这个 宝哥讲话 好杜成 你过去过去 杜成讲话干啥呀 宝哥讲话呢 我这老弟他妈实在告你这边的贵 你真挑贵的啊 你挑那边的啊 那边的 这是我他妈的 我弟弟白给你 你挑那么贵的干鸡毛 杜成讲话不是你 你就不干啥呀你啊 你小号给我 你小号给我 跟你啥管 那我弟弟 我亲弟弟 你不是 你在那边挑 不是我擦 向后讲话宝哥 没事 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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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鸡毛贵 挑贵的 这边都不能给啊 哎呦擦你把杜成给杜成气的 说你他妈这无双丸 你 我这怎么行啊 反正白给的 别长太贵的了 杜成后来 找着吴桑宝那笔书 吴桑宝演话的 你怎么识会呢 啊 挑贵的给他干鸡毛啊 不是 哥 那车也不便宜 也七百多 这 我不你哥吗 啊杜成 那边随便挑啊 杜成朝着去你妈了 杜成后来挑了一台三百多万的啊 杜成也没跟宝哥在讲 挺喝的 叫的啊 宝哥不管那事 护士 吃相难看了 哪几个车能给你们 给家带整个之乐啊 这不就挑完车了吗 挑完车 假话说的那个 杜成哥这么年 因为白天嘛 达到上车比较多啊 这个咱们技术不达到 再创了啥车多 咱们晚上啊 一会儿到时候咱出去吃点饭 咱们帮天黑的下完班 高峰期过去 我领你们上哪个扎街 我告诉你们车咋开 哪个车人少啥的 啊 我在约几个朋友 都成也挺高兴 宝哥等挺高兴啊 当时并没开 给他正聊天 相号电话又来了 相号一瞅 有必方 啊 就在华方集团的少东西 宝哥讲谁呢 没事 我接个电话 这是昨天那个 超跑聚力部的老板 接 告诉他 究竟不干 喂 方哥 方哥 相号啊 怎么样 昨天晚上考了一宿 啊 这个考虑好没好 啊 有没有结果 啊 跟方哥说 哥 我昨天晚上 我考考虑一晚上 我有结果了 有结果了 有结果说吧 啊 怎么的 是回山西啊 还是咋地啊 哥 我考虑一天晚上 我行事来行事 我还准备干 哎呦 我操 不是你考虑一宿 你跟我来来这句话啊 你不差钱 你接着干 不是哥 你看都做买卫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呗 是不是 而且咱们同行在一起交流交流 哥 我别的不跟你说哥啊 就山西我那帮车友 我现在发展不少 我山西大同那帮没老板的 儿子啥的也不少 都有钱的 都玩车的 玩超跑的 以后这人脉咱都可以共用 他要是相东车 我这咋没有 上你那去买去 啊 起九千大伙一起挣 呗 你给山西 不管你有啥 基本人脉 你愿意上山西开上山西开去 北京让你开不了 我没跟你说明白吗 哥 我不开别人也得开 别人开行 你开他妈不行 我不跟你说得明白的吗 哥 你这不有点欺负人了吗 哥 别人干都行 我干不行的 大路朝天 哥走一遍 我咋 我小号我也没差啥事 再说我也没在你那认识几个人啊 就有一个人该我这买的车 剩下 我以后不卖车了还不行吗 哥 以后在北京这么带客 你卖车 我干超保俱乐部不卖车了 我修车行吗 哥 那车我得修啊 因为这些人玩家车坏了的话 我得修啊 车有啥的 我得够费用啊 车我就不卖了 因为我不土这玩挣钱 我就是为了玩 哥 你妈的你听不懂人语啊 修车 你他妈开车都不行 我他妈教会你妈的车 你干我那干嘛 然后你开超保俱乐部 你跟我对着干 我告诉你啊 小浩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啊 跟你下个通牒 回山西回太原 你不天津认人吗 你回天津开头行 你在北京你干不了 哥 那我 那我就得干 你就得干 你他妈干 你信 老哥讲话 来给我 老哥讲话给我给我给我 哥 你等一下 我这家有个好哥哥 要跟你说两句 我一个大哥 刘逼方一听着 你一个大哥 你哪个大哥 啊 什么大哥 他跟你说话啊 老哥讲话来 谁啊 我说你谁啊 啊 我谁 我他妈你爹 我谁 不是你 你怎么骂人家 你我他妈就骂你了 咋的 哥们 不是你 你干啥 你啥意思啊 人家他们做买卖 小孩挺好的 人家自己做自己买卖 你怎么管的宽的 啊 你不是哎 你是警察呀 你还是税务是工商啊 你有啥权力 不愿意 人家向后做这买卖呀 啊 他们自己做自己买卖 你是干啥 你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他妈小号的哥 你小号的哥啊 我告诉你 北京谁干都行 他干不好事 他干我给他砸他 你真的什么吹牛逼 你不是什么花方集团吗 你他妈动小号一下子 信不信我把花方集团给你拆 给你拆他 哎呀妈呀 那你可挺牛逼 你这么的 你该拿的 来咱尖一个面去 你他妈来吧 啊 你牛逼你过来 你他妈来 我他妈笑死你 把你屎给你打出来 啊 不是咱也别争着口舌之争 啊 你说你该哪个丫子我去 你来吧 我在朝阳这个丫子 就小号这个这个车会呢 这个什么地方小号 你跟他说 跟他过来 妈的等你啊 你不来你是我儿子 行 哎 向号一接电话 告诉他咱哪个丫子地址 向号讲话呢 那个哥 那个咱没必要 咱别废话 你告诉我 跟哪个丫子 我他妈不去给你砸他啊 向号知道宝哥他实力了 身份都知道 说那你来吧哥 我告诉你啊 哎对 在朝阳区哪个哪个丫子 哎对 对 就这个一楼就是我的 等着啊 小崽子 你看我咋 他妈收拾你 挖枪叫 电话 把灯就料 电话一料 向号瞅瞅宝哥 还有杜成 杜成讲话呢 第二个 老弟啊 哎呀 不行我走了 诚哥 你走啥呀 我怕一走啊 你宝哥 丁刚给一对骂 要打出人屎的 我怕他 他妈屎被也打出来 把个讲话 你玩的啊 我他妈把人招了 你走 啊 再说 吹牛逼 等我一下试试 该北京 家再讲话呢 宝哥 你刚才那么老嗑 你给你骂了 确实容忍害臭 啊 这对方啥实力 你也不知道啊 关键 啥实力能咋的 我他妈 既然我给元哥打电话 我拍大王 不是 那没必要 元哥 不是 那个宝哥 这么的 我把兄弟叫来 啊 防止意外 他万一走流氓啥的 白道呢 就不用说了 你跟乘哥 我把兄弟叫过来 把防止漫移 对 家子 你把你兄弟叫了 妈的 都啥 你把你兄弟 那个老黑他们叫了 上去吵 不你弟弟吗 我弟弟 你弟弟啊 咱俩不保诚组合吗 咋的不叫啊 那车不给 行了 他不好 我吵他妈好 那是你的车子的 你 那么丈夫 你吵 经历啊 啊 啊 你诚哥 诚哥 那个把大伙叫起来 对 啊 被写子叫起来 拿着家务事 啊 上哪上朝阳区 那个那个机 对啊 有个这个展厅 谁 昨天认识那小号的小老弟 啊 他有个店 你要砸他 啊 赶紧过来吧 啊 多少时间 哥 我快啊 给帮个多小时以上 快点去吧 好嘞 这边啊 家带也拿电话 啊 三哥 打给马三了啊 马三讲话 啊 啊 家带啊 啥的了 那个那谁 小号 小号那个基本超跑剧的路人 要来砸店了 嗯 你把兄弟们都叫过来 啊 那个左手台 江林啊 什么定剑呢 啊 包括这个 那个秦大龙啊 都都给叫过来 啊 都叫点兄弟 把家务事带上 对面可能挺社会的 啊 啊 那行 我这我这离得去 擦你嘛 我过去 好了 多亏家带 叫点兄 那老铁 这小子 对面这小子 我跟你说 真不一般 而且他找的人 我跟你说啊 今晚咱讲的这个事啊 绝对是嘎嘎吱不说 而且他找的人 这小子还挺这么猛呢 我跟你说啊 一般人整不过他呢 我跟你说实话 啊 啊